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 這SWON CAKE 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就是 這兩天我在 我一直不知道我的youtube channel的名字怎麼講 到底是SWON CAKE還是SWON CAKE 跟什麼SWON CAKE 然後我今天 我這個到這個Google Google翻譯裡面 打了一下SWON CAKE 然後給大家看看最後我這個名字到底是怎麼讀 啊 所以現在打開這個Google翻譯 先看我英文英文英文怎麼說 SWON CAKE 然後我們再看中文 SWON CAKE 哈哈哈哈 所以以後你們在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以後真的 在這個路上如果看到我 可以叫我SWON CAKE 以後我的中文 中文名字我就叫SWON CAKE 所以大家好 這是SWON CAKE 今天為大家帶來這個 產品的介紹就是SWON CAKE 和BEATS聯名啊 首先這個耳機 我買了其他三個顏色 黑白還有紅 定價比較 怎麼說呢正常 這個耳機一個稅後價格應該是 201加幣 差不多1000出頭人民幣吧 然後主要是這個耳機 所以好是好歹我覺得它比較有創意 它這次是以那種 因為SWON CAKE是個日本的牌子嘛 然後大家不知道SWON CAKE的話可以去網上科普一下 然後SWON CAKE最近跟Nike也要出個聯名 蠻貴的一個聯名 現在已經炒到了 最貴的一款已經炒到1000多美的 然後既然是日本的名字 你知道是吧 發生這種日本產品的這種感覺 所以它跟BEATS聯名的時候 也是用這種比較偏日式風格這種項鍊 我之前有一個neighborhood的一個項鍊 像我之前我給我們家大批一個狗繩 大批小的時候 我給它綁在這個頭上的這個 其實它是一個手鍊 這是一個neighborhood的一個手鍊 我在黑門買的一個手鍊 然後我後來呢 就給大批綁在這個頭上 它現在太大了 所以就沒有用了 大家可以看 這次SWON CAKE跟這個 跟BEATS聯名 跟這個 跟這個日潮 neighborhood這個手鍊 是一模一樣的風格 所以說 其實蠻符合這個日本牌子 這個定位 然後我們一看包裝盒 包裝盒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怎麼說呢 很基本的一個包裝盒 打開之後 可以看它說 Change the way you hear sound 但是什麼 都是扯屁 BEATS的音質大家都懂 打開呢 就是SWON CAKE 和BEATS聯名這個標 然後 有這個 大家可以想 怎麼 不是應該是這樣的耳機嗎 不是應該是有這樣子的感覺嗎 所以我一開始很疑惑 所以我們打開之後 看到它有分很多東西 比如它有分這個 不同的耳塞 有不同的 大小的這個 適合不同大小的耳 耳朵 然後 你要把它這個打開 我抱歉 今天就有點詞窮啊 但是 是吧 打開之後 是不是 有這個SKY 這個跟BEATSRG 這個包裝盒 然後裡面 就有這個 是吧 這個 吊墊 所以你要是要 DIY上去 所以我給大家 稍微是吧 稍微放一下 所以經過了 長時間的這個穿 我就把它穿上去了 然後 我意外的發現 它這個 這兩邊 是有磁鐵的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 它直接吸上去 所以是很方便的 然後 這些珠子呢 它其實是以一個卡扣的原理 中間 因為它是面條式的耳機嘛 這樣中間一個卡扣 卡進去 然後一轉就好 其實挺方便的 然後 怎樣搭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完全是看你的這個 想像力 想怎麼辦 反正散個顏色 怎麼搭也不會太醜 然後 讓我買意外 就是它有這個吸血 實際還蠻有意思的 也挺方便的 所以 這個東西平時 我覺得 你可以當一個項鍊 真的 完全可以當一個 項鍊 就平時這樣戴著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是吧 然後 想聽的話 戴上去就好了 但是 要我說的是 有一說就是 音質我剛剛試聽一下 其實 就跟普通BIS耳機 差不太多 所以是吧 你又不用太期待音質 什麼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個外觀 什麼東西的話 你看這樣子 把它連起來 真的就是一條項鍊 是吧 就是一條 高科技項鍊 所以我覺得 花這個錢 其實並不是買了 它的一個怎麼說 所有的耳機 只是買了一個 是吧 外貌 非常外貌協會的一個耳機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大家也知道 我平常會穿一些Double Taps 一些東西 然後 只是最近太麻煩了 不是這樣 不想離 離一層外一層套 所以最近 一直在改穿這種大的護笛 然後 但是我想說的是 這個耳機 真的特別適合那些 平常穿 日式軍裝風 不是軍裝風 工裝風的那些朋友們 因為這個感覺非常符合你們 而且 顏色我覺得也非常清爽 白色的 是吧 非常小清晰的感覺 所以是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這個耳機 也不是這個耳機怎麼說呢 值不值的話 看你們了 如果你只把它當成耳機 和一個飾品的結合體的話 這個價格完全值 一百刀 一百刀 總共兩百刀 一百刀 買到了一條項鍊 另外一百刀買到個耳機 是吧 而且還是Beats 還是跟Sky聯名的 然後既然 它這個東西呢 要其他一些東西想說的話 其實並沒有什麼東西 怎麼說呢 就是它是個非常非常 基本的一個耳機 然後充電 充電的口的話 在這邊 這邊會有個充電口 然後它會送一條充電線 這是差不多這個Beats 這個Sky這個耳機 這一個開箱 我記得是說 好的 我記得是說 那些計畫 我記得是說 這一個是 那些計畫 那些計畫 還有一個 不一樣的 然後是在這裡 我記得是說 這個 超級的 我買的 超級的 我買的 這一個 超級的 很高的 超級的 超級的 我買的 那期希望联名 我也非常期待 等他出的时候 我会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鞋量 记得大家check我的 sneaker store Savage Shake Trono 马上就要开心 4月10号 大家期待一下 然后 想今天视频第二点 就是想说一下 因为你想 我做一个 怎么说呢 球鞋开箱主 有这个说法 我说 是吧 我总觉得 我的球鞋开箱 还是算比较 不全面的 我想 我经常会上youtube 看一些其他 开箱主的一些视频 但是我这次 我买了一双 Travis Scott和 Jordan的一个 篮球鞋里面 Jordan 33 这双是 Travis Scott和 Jordan 33的联名 因为我平时 打球拿得出来 然后 最搞笑的是 因为 这次我都真的不懂 他这个 无鞋带的设计 这个 整体这个设计 所以我就上网查 竟然没有一个 中文的开箱主 做这双鞋 所以我想说 算了 要不然我来做 所以 今天我给大家开箱 就是这双 Jordan 33和 Travis Scott 这个 这双鞋 这双鞋 首先我要讲一下这双鞋也是以一个非常军事化的一个风格 大家有没有发现 Travis Scott 他非常喜欢这种均绿的那种比较性冷淡色那种暗色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比如说你们有去 Travis Scott 现场演唱会的话 他经常会穿一些 Readymade 的一些东西 他会买一些 Readymade 的包 均绿色 Readymade 的包 然后他最近请一家改装公司帮他改的那个大牛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暗的那种棕色 所以 Travis Scott 能发现 Travis Scott 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颜色 所以这双鞋多少有基于他 他喜欢这几种颜色 均绿色 还有这个棕色 所以我想说这双鞋非常适合 平时我觉得这双鞋可以亚马路穿 因为这双鞋非常适合你们比较喜欢工装的或者是军装的那种风格 简简单单的这种 这双鞋也是能亚马路穿的 然后我想说这双鞋特别是 他这双鞋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双鞋刚穿就会特别紧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九码买九点五会比较好 然后这双鞋穿进去的时候非常非常费力 所以是怎么来改变这个鞋的松紧呢 因为至于他没有鞋带 所以你要大家可以看中间这边 这根绳子是改变他的鞋的松紧的 所以你要拉他 你要想让这双鞋变得特别紧 你就要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然后他这个鞋就会 鞋面这个鞋带就会往里收 这样的话脚往后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拖鞋的时候呢 想让它松一点的话 就疯狂的拉这个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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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这个东西就会松开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怎么说呢优好我坏 因为我觉得中间鞋的脚感 因为当这个绑带拉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双脚这边有点收的太紧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脚掌 都属于脚掌比较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设计 会有点卡脚掌的感觉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个人脚掌长长得比较特别 然后我想说这边这个设计来说 我觉得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风险 是因为怎么样 这个袋子太长了 如果你打球的时候 这个袋子在外面 你很容易 比如说一个怎么样 变向急停的话 踩到这里 就会产生这个崴脚的这种危险 所以我想说是这个绑带 如果能能把它再做的稍微短一点的话 我觉得会会好一点 所以我每次打球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个绑带拉到这里去 这样才能防止这个 万一我变向的时候 踩到这根绳子 会发生这种危险的这种事情 然后可以看这个右脚部分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只是说它的颜色不一样 这个颜色会更加的跳一点 这次我想说是 虽然我对这双鞋的外形 我觉得有很高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 近几年来最符合我的口味的这双 Judan的篮球鞋 但是我想说其实它这个新的设计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让大众无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大家买这双鞋还是要慎重考虑 因为如果你无法接受这样的绑带的设计的话 会让你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脚感 所以你在打球的时候怎么样说呢 打球的时候很大一个原因取决于你的手感好不好 干什么 其次呢 我刚讲到哪 所以这个篮球场上是吧 最重要其实就是鞋的舒适度 当然你猜不猜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的 但是我之前说过了 打球首先中备好 你他妈要帅啊 你不帅打个鸡毛球 是吧 好啦 一边竞赛叫什么 我推荐大家可以拿当平时亚马路的鞋 然后看你会不会搭配 但是打球的话 不是很推荐大家买 因为真的 这个新潮的设计 反正我是 我觉得我是看不懂 你们呢 如果你有这双鞋 真的你们买这双鞋的话 如果你们有这些意见 可以在评论器上面跟我讲一下 好了 这就是我这些视频了 希望大家 我这个对Joran3030一个意见 还有这个对Sky这个开箱 所以虽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因为我知道最近 非常多人都想买这个Sky这个联名 然后 我看网上也没有人在做这个测评 所以我就做一个比较提前的测评 希望大家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呢 有点难典要说一下 首先呢 毕竟我们大批好不久不上镜了 直接follow我们大批instagram 平时会post一些 post一些非常可爱一些东西 是不是 然后 其实呢就是我鞋垫 4月10号就要开了 4月10号就要开了 所以记得 follow我这个店的instagram savtoronto 所以我的鞋垫呢 最近已经基本上装修完毕了 有所期待一下 其实经过鞋垫的人 记得可以看里面 基本上装的就差不多了 是吧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作为一个电脑owner 我自己定的装修机 要怎么怎么样 也是花费了非常多的功夫 希望大家是吧 当鞋垫开门的时候 然后我会邀请非常非常多的豪车 在我开店那一天 在我们店那个前面的停车场里面 做一个怎么想 也是小的小的car meeting的感觉 如果你们想看豪车的 也可以在我们店当天 开店的时候来看这些车 车主都是我好朋友 你们想进去做一做怎么怎么样 感受一下拍拍照 OK的 但是开走了就差点意思了 是吧 赚钱自己买 是吧 这才是王道 所以是吧 结束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like and subscribe 对于SUNK 我们下期再见